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科暗战 今天是3月14日星期一 过了一个周末 我们又来看看这个币圈发生什么事 在过去14小时内 根据CoinMarketCap的资料显示 截至截稿之前 BTC现价报38978美元 跌幅达到0.44% 而ETH现价报2584美元 跌幅达到0.07% 接着又来跟进一下头20大二线加密货币的事况 最大升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LUNA 现价报90.4美元 升幅达到3.3% 而最大跌幅的二线加密货币是XRP 现价报0.7702美元 跌幅达到3.66% 接着又来看看其他重点消息 这一只消息是来自Block Temple 在Cosmos生态有史以来 第一次Layer 1区块链 强制征收融户资产的案例 将会可能发生 Cosmos生态智能合约平台链上的Juno Network 在11日就发起了一项主题为 糾正玩弄自压空头行为的治理提案 而内容就是要求强制征收一个 持有超过300万粒Juno的巨颈 当然收就不会收回 都会剩5万粒给他 Juno最初就是以1比1的空头科案 分配给ATOM的自压者 而空头就规定了一个wallet address 其实最多只可以自压5万粒的ATOM 不过这个巨颈就走了灰色地带 不知道他是有心还是无意 他一个用户就开了52个wallet address 而且还将得到的空头奖励 转移到单一的wallet address 令到这个wallet address 持有311万粒Juno 相当于1.2亿美元 并且掌握了Juno Network上 9.6%的投票权 今次的提案就指出 巨颈对网络构成重大的风险 原因有四个 第一 脸上治理的风险提高 因为已经达到了法定的人数一半以上 第二 有可能会买通验证团队 贵赂他们放弃之后的提案 第三 巨颈可以在10分钟之内 转走整个DEX的流动资金 第四 令到Juno的社群 每天都胆镜受怕 而截至3月11日为止 已经有1708万粒Juno投票 投票率达到59.24% 而其中高达90.18%赞成 只有4.6亿反对 而除了Juno之外 其实另一条线 都有相同的事件发生 不过提案内内容 就相对有点不同了 这就是Cosmo的盟友Terror chain 上面最大的去中心法者太协议Anchor 一向都以字页稳定币 而派出高达19%利息而建设 不过由于他们所派的息口实在太高了 就引来一众用户为他们派息的持续性而担忧 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科案 针对存款超过10万USD的用户 提议调低他们的年利率 代替原先统一的19.56%年利率 而所交的提案内容显示在我旁边 其中包括存款不超过10万USD的用户 维持在19.56% 存款介乎10万-50万USD的用户 就调低到17.5% 而超过50万USD的用户 就一律调低到10% 提案一出之后 立即就引发了社群热烈讨论 部分人士就赞成调低利率的方向 不过就不同意这一个科案 因为用户可以拆开几个wallet address 去维持高利息的收益 而另一部分就反对调低利率 认为一旦利率调低了 就会加速Anchor生态的死亡 而在今早早投票结果 大约就有77%的用户 反对这个提案 还有27.6%的用户 就还未投票 不过看来 都不会影响这个提案被否决的结果 其实今次这良辙新闻都挺有趣的 因为除了显示到投票的意义之外 还可以令到我们更了解生态上的运作 如果大家有玩Juno或者Anchor的人 都不妨进去跟进一下投票的结果 好 今天的分享就暂告一段落 记住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下小铃铛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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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